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动机 长26.6米重达2300吨 有14个气缸 可以产生近11万匹的马力 由中国公司制造 专门为大型集装箱船提供动力 这是一款二冲程涡轮增压低速柴油机 仅一个气缸的功率就高达7800匹 百公里油耗14000升 每次航行前都要清空几个加油站 想要组装它必须动用多个大型起重设备 因为无论是活塞还是曲肘 都是想象不到的大 就连螺丝都需要用起重机配合安装 它的驱轴是整个发动机最值钱的部件 占船舶造价的三分之一 不吃不喝的话估计打一万年工就能买一个回家 这款发动机安装在世界上最大的货轮上 它可以使载重40万吨的巨轮 以50公里的速度在海上航行 由于整个发动机的高度精远 所以需要分几段进行组装 最下面是驱轴箱 中间则是内燃机的主要工作区域 第三层配备了三个巨型涡轮增压废弃排放系统 最上面是四个巨大的发电机 整个组装过程要动用上百名工人 耗费几个月的时间 每一个零件都必须一次性安装到位 一旦出现故障再进行返修将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这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动机 瓦西兰14RTFLX-964 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